現在喔 國軍方面 軍事方面 我們到底能不能保護好我們自己 就像剛剛講到的 這個現在喔 除了說 感覺好像就是要親美國嘛 但是呢 在中國大陸方面 是不是又有一些挑釁動作 可視為挑釁動作嗎 好 我們來看到呢 現在的狀況 就是說呢 出現了這一段 就是空拍二膽島的這個畫面 好 這個畫面呢 還是在大陸的網路上不斷的流傳 很多人說 哇 你看 台灣的國軍 他們當然不是用這樣的用詞啦 那總之呢 就是一看到無人機就跑 好 這樣子的話 有正面態度的 也有反面態度的 我們一個一個帶各位來解析 好 首先也看到的是呢 這個拍攝者喔 原來他是 一個帳號叫研究星星20年 好 這個說明了啦 他說拍攝日期是3月29號 好 前天的下午1點10分 他說他是個廈門人 是個B站之名鬼故事的博主 也是無人機的玩家 因為生病在家做核酸 待著喔 不能出門 所以有點無聊啦 那就無人機到處飛一飛 看一看 不是有意挑釁 他替自己解釋不是有意挑釁 只是因為飛著飛著看到有人在補給 所以呢 他就覺得很好奇 就繞過去看了 然後呢 他說啊 這個人一跑 彈藥箱好像就放在那邊不要了 為什麼有紅色字這些解釋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國軍怎麼樣的回應呢 就說啊 因為當下是逆光 所以看不見 他說了 他說根本就沒有逆光這個情況 二膽島軍人影子在前方 五人機也在前方 太陽明明在巨人的後腦 怎麼可能逆光呢 好 我們就來看到這個截圖 幫大家來還原一下了 這個截圖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確實是跟這個拍攝者的說法一樣 影子呢 都在每個人的前面 影子都在前面 影子都在前面 然後呢 這個他們呢 現在坐在這個階梯上面呢 也是往前看的 也就是說 太陽在他的後腦勺 太陽在他的後腦勺 無人機又是正面前方拍過去 那根本就沒有逆光的情況 所以呢 國軍想要講說 是因為逆光 所以沒看到無人機 如果沒看到無人機 又怎麼會要跑呢 這個是有矛盾的 所以呢 前進掌呢 呂師李就PO文特別講了 他說這個狀況是什麼呢 狀況就是發現無人機 單兵該如何處置啊 這個單兵呢 全員逃走 連上了封條的彈藥箱也都不要了 這邊的黃框 紅框 我們再回顧頭來看一下這張圖 好 確實喔 這個黃框呢 就是國軍 然後呢 紅框這邊框起來就是上了封條的彈藥箱 好 所以呢 他們仁一跑 單兵要扔在原地 好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呢 金防部特別強調了 金防部說了 他說啊 這樣子呢 挑釁的舉措真的很容易去引發誤判 好 不過呢 這個人家解釋說自己不是挑釁 難道就不算是挑釁了嗎 話也不能這麼說 但是我們看到了 這個先是趕快看到之後 就離開原地這件事情 這到底是跑了 還是說有不同的解讀方式呢 我們來看到退役少將立正傑 他特別講到了 他說了 這幾位弟兄撤離喔 這是對的動作 他說因為無人機上面萬一有炸彈 當然要隱蔽起來 當然要躲起來啊 不然你要在路上給人炸嗎 他說大陸無人機拍到我們兩棲登陸小艇 運捕彈藥到二膽 這代表什麼呢 他們已經是進到了 大二膽水到了 所以呢 他可以把大膽 二膽 大二膽 這兩個島做分離 威脅性就很大了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他可以中斷補給 如果陸方有心的話 一中斷補給 那就有危機了 所以也特別講到說呢 這個接下來在補給方面 是不是要那個量啊 要更充足一點 以前是備個假設三天的份量 那接下來是不是要雙備的 備個六天的份量 因為萬一真的被中斷補給的話呢 這個前線來說會是非常危機的 好 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看到蔡振元什麼說呢 他就說了 大陸無人機在拍喔 這個是小事情啦 他說因為兩岸呢 還算和諧 他給你拍一拍影片就走了 如果是烏克蘭戰爭 任何一個步兵或是炮兵 被無人機盯上 被無人機鎖定 欸 那就沒了 好 不過不同的立場我們就看到 前艦長呢 呂師弟他特別講到 他問啊 國軍弟兄全員逃走 那干擾槍呢 干擾槍長怎麼樣 我們來看到旁邊這個圖 干擾槍應該是要拿得出來的呀 為什麼會應該要拿得出來呢 因為事實上國軍在2023年喔 就已經呢 採購了232把的無人機干擾槍啊 總共呢 是編列了43.5億 好 花了這麼多錢 優先部署在包含外立島 高山站台 飛彈陣地 還有獨立營區 這一些的單位 好 但是呢 在這麼樣的關鍵時刻 卻沒有拿出來 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到底該怎麼做才是對的 好的 在這邊也要特別呢 持續的請教大千歌 包含的是呢 現在出現這樣子 欸 搞得好像人家民間 隨便就一台就可以來 給你飛一飛 走一走 逛一逛 然後呢 再飛走 他就說他不是挑釁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 有不同的立場說法 有人認為說 欸 你就這樣子跑了 那干擾槍呢 干擾槍拿出來呀 花了這麼多錢 四十幾億耶 你不用 那我們是不是對於 不管你是否是存著挑釁心理 但是我們沒辦法做任何反抗嗎 然後再來呢 也有不同的立場是認為說 當然跑啊 這個被鎖定了 當下如果對方是惡意的 有帶著炸彈的 那真的 人命就沒了啦 丹謙哥你怎麼看呢 我想我們看在剛才惠榮給大家 這個說明的上面電視牆的相關資訊上 那麼很顯然的 這是一個民用的無人機啊 所有民用無人就是一般這個中國大陸民眾 在拿來這個拍攝啊 或者是玩票性質的 他並不具備軍用無人機這樣的一些功能跟目的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他竟然是一個民用無人機 在未來這種情況可能會層出不窮的發生 因為現在兩岸的關係走路的這個低點 然後這個軍事對峙啊 或者是很多衝突的氣氛 現在這個極度的升高 那最主要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民間 就是中國大陸的很多民眾原本對台灣是有高度的善意 那麼很有善的態度 可是在這些年來民進黨執政之下 他們對台灣的這種不滿跟不耐已經到達了頂點了 所以這種情況我相信未來會持續的發生 那麼看到這件事情我的幾個感觸就是第一個 我們軍中的弟兄在面對未來有各式各樣可能非 這個字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民用無人機的時候 其實特別是在前線離島了 我想在本島可能還不至於飛這麼遠了 在前線離島的這些官兵 應該要受到這個無人機的辨識的這個教育 就是說你看一下那個無人機 你大概要知道他是不是軍用的 他是不是這個具有攻擊性質的 那麼他究竟是民用還是軍用 那這個我們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那麼就會避免掉說一看到無人機我們就跑了 那也許他是一個民用無人機 還不至於造成任何的威脅 或者是你好歹也拿個望眼鏡看一下 無人機上面有沒有攜帶什麼樣特殊的東西 那麼這些東西都沒有做就跑了 當然你會難免讓人家覺得 我們的這個這個前線的這些官兵 太過於這個膽小怕事 所以第一就是我認為接下來的這段期間 我們前線住房的官兵 應該都要受到無人機辨識的這些教育 讓他們第一時間可以辨識 這個無人機究竟是不是有攻擊意圖的 他究竟是偵查的 是攻擊的還是玩票的 那這個必須要率先先做辨識 而不是只是跑掉而已 因為他如果是攻擊的 他如果是偵查的 你跑了 你就讓他繼續攻擊你的營地 雖然人員沒有傷亡 可是營地也被破壞 而且你失去了第一時間去通知其他各個這個基地 或者是這個整個地區 冠兵要提高警覺 那包含如果是偵查的 你跑了 你就讓他在那邊 與取與求的去照相錄影了 你整個前線的部房 就馬上就被他們這個近距離的得到了相關的資訊 那麼因此我覺得跑 當然保全人命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是每架無人機來你都要跑啊 你好歹要先搞清楚這架無人機來的目的是什麼 那麼第二個當然就是這個呂施李 這個艦長所提到的問題 我看到剛才慧榮在講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我們的干擾槍呢 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曾經發生過 前年大概也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中國大陸的這個民用無人機飛到我們這裡來 然後嘲弄了我們台灣的官兵一番 然後就跑了 然後回去之後就把這些影像放出來 然後變成了我們這個國軍的一個 很大的這個被攻擊的地方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時國軍曾經強調 看到無人機是沒有任何選擇立刻擊落政策 那到底擊落了沒有呢 那為什麼沒擊落呢 這才是關鍵的 就算你沒有干擾槍 難道你前線步防的官兵沒有配槍嗎 不能把他打下來嗎 那如果我們下的指令是凡飛到上空 不管是軍用民用無人機只要被看到 我們都要擊落 那就把他擊落啊 怎麼不擊落呢 這才是關鍵好笑的地方 你原本宣誓你要擊落 然後你沒擊落 你讓人家大剌剌的飛過來 然後你的官兵又分不清楚 他到底是軍用和民用 第一時間就拔腿就跑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會變成 這個中國大陸民眾恥笑 臺灣國軍的一個重要的依據了 那麼這一點我覺得國防部必須要 這個深刻的來做檢討跟調整 那麼這件事情 它也許是一個很小的個案 可是我相信未來這種個案會持續的發生 特別是在外島地區 那麼因此我們有必要 針對外島的官兵做一次全面的這個教育 然後全面的來落實我們所謂的 看到無人機就必須去通報 就必須把它涉及下來 我們必須要完成這樣的工作 否則以後再三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被中國大陸民眾笑掉大門牙了 真的欸這個當初說的那是信誓旦旦 實際做起來呢 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剛剛聽大堅哥這樣在講 我想到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假設我們今天 去辨識到了軍用民用這件事情 那也可能就是被 大陸軍方他們所掌握到說 我們對於這個民航的 就是民間的那個無人機呢 我們是不會有這個進一步的作為 那就乾脆軍方他們都派民間無人機 進來飛一飛逛一逛 然後勘察地形把你都瞭解透徹了 這個也是一種風險跟危機嗎 是嗎 有啊 所以我才說 在去年我們的國防部的指示是 不管軍用民用只要看到一律即落 這才確保 所以我剛才才講說 對前線的官兵 我們第一應該要做的是什麼 第一應該要做到辨識 就讓他知道說是不是攻擊的 是不是偵察的 還是看起來是民用的 然後必須要回報 你要回報 就如果今天是攻擊的 代表對方已經發動了 這個攻擊發起了 那如果今天是偵察的 代表可能不只這一架 還有其他架在營區的周圍 或者是其他的陣地 那這些都必須要通報 如果是民用的你還是要通報啊 說有一架民用這個無人機飛來了 這是第一嘛 不是拔腿就跑 然後第二你幹嘛打下來啊 就去年我們就已經說過 不管軍用民用只要一律見到 殺無射啊 對不對 現在不是殺無射 現在是我們跑啊 立馬跑 不是殺無射的問題 我說過就算你沒有干擾槍 你有配槍啊 難道不能把他打下來嗎 我們的國軍的射擊有這麼差嗎 不能把他打下來嗎 這很簡單的道理啊 所以我們去年講得這麼英勇無敵 講得這麼大聲 結果真的事情發生了 你就拔腿就跑 那當然就讓人家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坐下 你 Sax上 9-また 吃 小時候 你 起 雲 吃 切 小時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